大家好 歡迎大家繼續來收看 自由人的期貨交易人生 2002年10月 自由人從期貨公司離職 那時候 我的家人 還有我當時的女朋友 他們都不知道我已經辭去工作了 我不想讓他們擔心 所以我仍然穿著西裝打著領帶 假裝去上班 我走出出租租的公寓 踩著沉重的步伐 我不知道該往哪裡走 於是我搭上絕運 在台北車上下車 我茫然的跟著人群走 來到了管前路的一家麥當勞 走進麥當勞我不敢點餐 因為 身上的現金不多了 而這錢 也都是借來的 所以為了 只能倒一杯白蓋水 坐在位置上發呆 我坐在靠窗的角落 望著窗外 看著人來人往的人群 那些年輕的臉孔 為了自己的將來補習進修 眼中散發著自信的光芒 努力之後 前途是一片光明 我又想到現在自己的處境 又回想到當年讀書的自由人 不覺得 眼中就泛起了淚光 從那一天開始 我每天假裝去上班 一早就到麥當勞報道 開始回想這一年我所經歷的事情 我慢慢靜下心來檢討我自己 我問著我自己 這明明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遊戲 很單純的就是讀往上 或是讀往下 那 為什麼我的勝率 竟然是如此的低 讓我這一年 賠掉了300萬 我到底在做什麼 如果永遠做多 我的勝率 應該是50% 這遊戲 真的很難嗎 我反問著我自己 想了這些問題 離開期貨公司將近三個月 每個月 還是必須要繳納 七萬五千塊的最低 櫻角金額 我只能繼續使用 剩下的現金卡 借薪還救 但 這能撐多久呢 所以 自由人能不花錢 就不花錢 白天 在麥當勞 贏多點個薯條 沖雞 晚餐 就想辦法 跟之前的 同學聯絡 熬他們一頓晚餐 還好 自由人從小人緣就很好 大家都很願意 幫我付這一餐的 晚餐費用 這兩三個月 自由人就像 行屍走肉 街頭的遊魂 不知道 自己 該 何去何從 今天 奇幅交易人生 就說到這邊 下一周的主題是 重新 再出發 歡迎大家 繼續收看 拜拜 拜拜